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的话题呢 我们要来做一个开箱 就是呢 我今天刚刚收到的这个Selfridges他们家的这个快递 然后所以说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都买了什么东西 那Selfridges他们也是一个 我比较经常买的一个网络电商 然后它是这个英国的 我喜欢的原因是它寄货非常的快 而且自从我发现他们家有这个 annual shipping时候就是你付40磅 然后你全年任意买多少次 它都是免运费 而且是DHL大概三四个工作日吧就会收到 所以我自己是差不多 我从大概怀孕的后期 因为待在家里的这个时间比较多 然后包括作业的期间 我平均可能两个星期就会在上面购物一次 因为都是免运费 有的时候看到什么新品的这个彩妆啊 小东西啊都会买一下 或者什么包包鞋子之类的 然后这一包我是上个星期 刚刚下单的给你们看一下我买的什么 好 然后这个Jellicay 然后这个是买给小柚子的那个玩偶啊 然后其实Jellicay他们有很出名的牌子啦 我看几乎每一个婴儿好像都有 或者每一个小孩好像小的时候都有玩这个东西 还有很多什么明星的那个小孩的街拍啊 然后手上都会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绒毛玩具 他们家这个兔子我就做的这个非常非常可爱 各种颜色配色都有啊 我其实已经存了很多了 然后小柚子因为他现在太小 他才刚七周 所以他现在还不懂去抓东西 还没有对周围的这个小事物或者小的玩具开始好奇啊 所以说其实现在买都是妈妈过瘾而已 然后还有一个 这次我买了两个 还有一个是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大象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长腿腿很细 然后穿着芭蕾舞裙的一个大象 我觉得这个设计超级搞笑 好那下一个我买的产品呢 就是这三支是Dior的唇膏 这个Rouche Dior系列 那这其实是我第一次买Rouche Dior 就是他们这个唇膏的collection 他们家的之前的什么唇釉啊唇蜜 还有这种就是类似 lip balm 这种tint lip balm 我都买过很多 但是这个系列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之前没想过要试用 然后之前是在妆柜有稍微试一下 他今年推出了一个mat的这个系列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 雾面 哑光 velvety这种唇膏 然后呢我就喜欢去试各种各样 不同的牌子 不同质地 然后不同的这个finish的这种唇膏 所以说就无意中摸到了这个系列 我还蛮喜欢的 所以说挑了几个颜色 那我就简单的刷在手臂上 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呢在我嘴巴上试一下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完整的去涂 去试色 那第一个颜色叫做771 Radiant Matte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珊瑚色 比较亮的一个珊瑚色 好 那我们就刷一下 在手臂上看看这个颜色 好 显色度很好 非常饱和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好 那我们现在涂一下 好 这个颜色它是带有一点粉感的这种 怎么讲 珊瑚色 但是它的粉感比它的橘感要稍微重一些 我觉得非常适合春夏 那接下来澳洲这边 其实春天已经马上快来了 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多的用到这个颜色 好 下一个颜色呢 是772 Classic Matte 那这个颜色我当时在砖柜上试的时候就非常喜欢 它是一个带有一点点的这个梅子色 或者是说这种干燥玫瑰色 然后又带一点点这种砖红色的这个红感在里 非常奇妙的一个颜色 我们现在涂在嘴巴上试一下 好好看 超喜欢 我觉得我近期呢是非常非常喜欢买这种就是有一点点砖红 然后又带一点这种Dusty Rose的这种颜色的唇部产品 我其实因为我买了很多类似的颜色了 包括这种像这种液体的唇膏啊 什么唇釉啊 染唇露啊 我都有很多类似颜色 不过这一支我觉得它颜色非常美 是它带了一点点红感在里面 就是你知道有一些这种玫瑰色系的唇膏 然后又很暗 如果说它的配色紫色感太重的话 它会显得你的这个脸色很暗沉啊 黄皮用的话不一定会好看 就是你不一定会hold得住 但这个颜色不会 我觉得说像我自己的这样子就是黄二甚至是黄三 比我的肤色再深 或者说比我再白点的人用都完全没问题 这支超级喜欢 好那这个是第三支唇膏 不过这个它就不是Matte系列啊 是它普通的这个Rouche Dior的这个系列 然后色号是64R Ready 那这个颜色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日常的 然后带一点点鲑鱼粉 又带一点点珊瑚橘这样子的颜色 那它这个系列的唇膏应该是比Matte要润很多啊 如果说你是嘴唇比较容易干的人 你可以看到它的显色度也非常好 好 但是它的这个润滑度就比刚刚两个这个Matte系列来的还要再好 我们试一下它的这个颜色啊 好它的这个颜色呢 透明感和滋润度会更好一些 它跟我第一支试的那一支叫做Radiant Matte 有一点点像 所以说这两支呢 我建议如果说你是日常使用的话 买一支就够了 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妆感 是这种比较滋润的唇膏质地 还是说稍微少一点点这种柔雾感的这种感觉啊 好的 那这次呢 我还买了一些眼影盘 就是这三个是ZOEVA的眼影盘 我第一次买这个品牌的产品 那其实这个ZOEVA在澳洲这边的Sephora 他们其实是有专柜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经常关Sephora 但是我路过他们这个柜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想到会过去摸一下 那这次买他们这些产品的原因是 一个是身边 其实我听过很多化妆师的朋友都跟我推荐过 说他们家的这个眼影啊 还是刷具啊 就这个质感啊 像这个产品的显色度什么都非常非常好 我也知道这几盘都是非常火 然后非常热门的单品 那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呢 我已经开始准备我们下半年的这个网络课程 对 提前透露一下 下半年我们会推出这个全新的彩妆进阶班 因为上半年年中的时候 我们已经办过这个初阶班了 所以说接下来这个网络课程 就是稍微针对这个有化妆基础 或者呢这个资深彩妆爱好者 还有一些化妆师同学 所进行的这个进阶版的这个彩妆课啊 然后之前有很多的同学就有 有问过我说 老师你可不可以就除了这些一线品牌 和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高端一点点 这个high end这个化妆品牌以外 有没有一些价格低一点的这个评价 但是质量又不错的 这种替代品也好 或者说一些其他彩妆的单品的推荐 所以说这次我就买了一些走一把产品 我自己要亲自试用过 如果说觉得好用的话 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网络课程当中 我可能会做一些demo啊 会做一些这个产品的示范就会用到 所以呢 这次就自己买了一些产品 做去尝试 我们看一下第一盘 那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产品了 然后它是叫做coco blend 应该就是一个巧克力色盘啊 这是我第一次打开 我还没打开过 哦很漂亮 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一个色盘 那它有一些很漂亮的 但是又带一点点暖色调的这种棕色系 然后上面呢 还有一些这种紫色系啦 然后还有这种coco的一个金铜色 让我来摸一下 看看它的这个显色度 显色度不错 而且质地也很好 我看一下 好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只刷了一次 两次这样子的一个显色度 好然后我再看一下这个紫色 很漂亮的颜色 啊这个颜色很好看 Rose Golden 那这个呢 我看它的名字 我就猜想它应该是有很多这种 带有这个玫瑰金色啊 也有一些这个棕色在里面 是比较适合亚洲人黄底皮肤 去用的这个眼影盘的颜色 好我就摸两个颜色来给你们看一下 左下角的这个颜色 带一点点粉的 这个shimmer的一个提亮色 好在手上显得蛮粉的 好能看到吗 啊很好看 是一个这种带有香槟金的一个粉色 刚刚我还看到一个很漂亮的 它是一个叫做Copper King这个颜色 应该就是一个这种铜色啦 嗯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带有一点点菊感的这个金铜色 好我们来试一个雾面色好了 一个非常深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深棕色啊 可以当做眼线色和深邃色 哇显色度非常好 而且这个粉质我觉得说 晕染开来它还蛮均匀的 不会容易产生这种色块的感觉 下一盘呢 这一盘它叫做Taupe 啊那你看它的名字就知道了 它就是有很多这种很浅的 带有灰感的这种中性色系 而且有蛮多这个雾面在里面的 有雾面或者说低光泽感的这个颜色在里面 那之前我们在做眼妆教学的时候 我都不断的强调说亚洲人 你想通过画眼影去改变眼形 去加深轮廓 放大你的眼睛的话 唯一的办法就是说 你要选择这种少珠光的 或者说完全哑光的中性色系 那像这一盘 它就是很典型的中性色系 带有点灰感没有明显色调的颜色啊 你看一下它颜色的饱和度 有一点点藕和色 这个颜色其实还蛮特别的 如果说皮肤白的人用 一定非常好看 好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颜色 好有一个带有光泽感的这个灰色啊 试一下 哇这个颜色饱和度好高 看一下 带有一点点棕感的一个灰色 好那最后一个产品呢 这次我买的就是这一套 Zoeva的这个Rose Gold 它们的这个15支的刷具组 然后里面应该是带一个clutch 带一个这个刷具包 那我们拆出来看一下 好这个就是它的刷具包 我很喜欢它们这个配色啊 其实说 其实我之前有问过 身边用过这个Zoeva的朋友 他们就说 他家的这个刷具 你看它有出不同颜色的这个刷柄 还有不同的包装啊 其实这个刷毛是差不多 还有这个刷具形状的design 差不多就是用起来是没有太大差别 只不过是包装和配色不一样 那我就想那我就干脆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配色好了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玫瑰金 所以说有玫瑰金包装的这个彩妆产品 我是很难抗拒的 那这个系列呢 我就刚好 因为它刚好有一个就是带面部刷 还有眼部刷 比较全面的一个套装 那就是这个系列 所以说我就买了这个系列 你们看一下 啊很漂亮 非常好看 好我之前是从来没有用过 Zoeva他们家的刷具啊 他们家有些刷具比方 其实跟Mac还挺像的 就很多人都说他们 你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这个Mac的替代 那如果说这种相对来说 性价比比较高的刷具品牌 我自己用过也推荐过的 就是Sigma 还有Real Technique 它都是使用感还不错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包装是这样 我觉得它包装还不错 还算是挺细心 然后这种很多这种小的刷具 像眼部刷 它都单独的有一个这个保护套 塑胶的这种保护套在上面 可以把它拿掉 好每一个都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包装 那现在让我们来摸一下 好那这只刷子你们看一下 这只刷子其实在Mac就是有一模一样的 但只不过Mac它是有黑白色的拼色 这只我猜它应该是这个Natural Hair 还有这个人工纤维混合毛 然后呢它这样子的一个design 你可以用来刷cream的粉底 或者说液状的粉底 或者是提亮 甚至修容都可以 比较多功能的一个刷子 那摸起来的话质感其实还不错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它们这种比较大的这种粉底刷 Pelder Brush啊不是粉底刷 好摸起来还算比较柔软 我再看一下它的眼部刷好了 好那这一只 你们看这只刷子呢 它跟它叫做227 它跟我最喜欢用 最常用的这个Mac 217 Blending Brush 是非常的像 几乎是一样啊 不过就是摸起来的话 它没有217的毛那么厚那么多 我觉得这是差别 这是我对它的第一印象 然后它的这个毛的硬度 会相对来说稍微硬一点点 它应该也是用的是羊毛 应该也是羊毛 但是也许就是说品质 没有那么好的羊毛 所以说摸起来还是 有一点点的这个硬度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 这个化妆习惯 还有你对刷具要求不一样 有些人的眼部非常的敏感 你用正常的刷具 它都会不舒服会刺痛 所以会喜欢软一些的这个刷具 像我自己就是 我是非常注重刷具使用感的 所以说我自己个人用的这个Brush Kit 我的这个它的软的这个羊毛 还有这个松鼠毛 相对来说比例稍微多一些 然后我的工作体也是差不多 但是有些人你如果不介意的话 其实你用起来没有感觉 它化妆了出来的这个妆效 其实不会差非常的多 好它还有一些这种 这个是眼线胶刷 斜角的眼线胶刷 也可以用来画这种根根分明的液体的眉毛 那他们家的这个刷子呢 我自己会用一阵 在之后的这个视频当中 其实我也会使用 它其实就是在test产品的一部分了 我自己经常都这样 就是买新的产品 然后自己试用过 如果好的话 在工作当中 以后的推荐当中 其实我都会融入进来 所以说如果觉得好的话 我会给大家推荐 在接下来的这个网络课程当中 也会不断的用到 然后不同的这个mix品牌的一些产品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给大家的这个购物分享啊 就是这个Selfridges所买的这些产品 那希望你们会喜欢 以后我还会做不同主题的这个开箱 或者说一些这个购物分享 那么下周一再见 拜拜